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浪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一新 好 你之前听说你本人就是野良Disc的铁粉 然后我想知道一下你之前对这首歌是很上头的一个状态 对 首先这首歌从制作方面来讲的话 真的是制作得非常精良 不管是Bass的处理也好还是乐器的选择也好 我觉得真的 它还蛮酷的 一开始在车上用车载音响听 然后到最后用我的作曲的电脑听的时候 也是发现真的整体的这个质量真的是非常高的 相当高的制作质量 所以蛮厉害的 你看你之前好像有些活动什么的 在台下还自己情不自自有的那种比划跳舞 对对对 真的蛮好 蛮好听的 那所以就之前就粉丝第一次知道说 你要参与到这个过年Discord的节目的时候 都开玩笑嘛 说一新追星成功了 回到追星之后央视车的舞台上 就你自己知道自己在门后你是什么感觉 蛮开心的 我觉得就是听导演安排吧 导演说什么是什么 今天拍《雪鲜花》了吗 没有没有 今天我还没 还没往下面去做就看了 2019年你觉得自己挑战最酷 或最带劲的尝试是什么 尝试拍了一个很厉害的音乐视频 2020年这个音乐视频会跟大家见面的 大家稍微期待一下 他有多厉害 因为你之前 最厉害到 又烧钱又烧精力什么的 然后这个就厉害到 就不得了 就是不得了 拿三个关键词来给我们剧透一下 不得了 下不得地 然后太强了 2019年做过的事 你觉得自己最牛的场是什么 是做了 我首次成功举办了个人巡回演唱会 对我来说是 莫大的肯定 莫大的欣喜 莫大的安慰 你觉得最感动 或者最有感触的瞬间是什么 是粉丝朋友们跟我一起在演唱会的地方 一起互动 一起聊天 一起说话 那个感受 然后他们过来听我的唱歌 然后看我的演唱会 暖暖的 因为我刚看到那个三天可见的节目嘛 你准备过程其实是非常累的 但完了之后你是一个给自己放松的休假吗 还是说你马上做不了事吗 完了之后就马上工作了 其实三天可见的节目它其实主要是只有三天嘛 就是我觉得还是跟一天到晚跟我一起待在一起的人可能不大一样 可能这个我们的宁哥感受可能会比较深刻也 可能就是我的助理 那其实也差不多就是每天都在不断的学习啊工作啊 对 其实有时候也会比较迷茫 真的 你剧也播了吗 觉得自己 咋样表现了 会追剧吗 这个还不错 还行吧 反正那是朱祁正嘛 也不是我张一兴 那比如拍了古装剧有让你对古装剧更有兴趣吗 或者再想挑战的古装人物 我其实我最近我觉得就是如果有好的 如果有项目的话随时可以找过来 我们工作室马上我觉得应该要把我们的联系方式稍微往下面放一放 因为很多人说联系不到我 各位老师各位导演啊 这个我们工作室马上就要把这个联系方式给你们放出来 怎么会联系不到我呢 嗯 你希望挑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吗 什么样的角色我都愿意挑 对 因为大家都说2019年是很难的一年嘛 不让你觉得就某个瞬间觉得啊太难了 你会想到的瞬间是什么 去长沙吧 嗯 对南边嘛 南方嘛 嗯 太难了 嗯 真是一个冷幽默 不好意思真的有点冷了 对 对 对 那比如说会让自己觉得委屈的是有瞬间的吗 没有 没有 那瞬间 没有 嗯 那如果让你觉得比如2019年让你觉得人间值得的瞬间是什么 我开在影唱会的时候所有的粉丝朋友们都会过来看的时候 在我唱歌的时候他们会合的时候 那他们会愿意过来支持我音乐的时候 所有的这一切吧 包括我每次演出的时候他们都会过来看我 然后举着我的动牌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嗯 那如果要给新年立个FLAG你想立什么 不立了不立了 FLAG立得太多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就 嗯 稍微自己稍微消停一点 消停一点 所以你今年也是打算 再去试试再喝喝 对对对 长胖个十斤吧祝大家 好吧 大家我们一起共勉啊 我长胖十斤你们也长胖十斤 我长胖二十斤你们也长胖二十斤 如果你可以在我们称来先称一称 我不了不了不了 我不了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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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arkadaşlar